对焦 泡一点这个水雾魔珠 水雾魔珠 他遇见水之后 马上去结块了 你看 怎么还没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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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急性子 我等不及了 在这个快餐的时代里 谁还不向往一份 小火慢炖的爱情呢 他怎么沾底了 怎么还没泡好 不好意思 泡了一天了 看看啥样 上面都是水汽 超帅 实在是超帅 这么一股烂鞋底的味 哇 有点像死亡版的芝麻糊 它这还有一些没泡开 我就加点我之前做的那个糯米椒吧 真的是精彩绝伦呢 外面的垃圾车来了 我得赶快录视频 要不然一会儿垃圾车就要把我给收走了 这颜色看起来有点让人就是很反胃 感觉跟那个下水道里边掏出来的淤泥一样 芝麻糍吧 然后我买了一包这个螺旋枣粉 撕料级 这玩意不是人吃的吗 螺旋枣粉 螺旋枣粉 可能是给牛羊 这个补充微量元素的啊 这个颜色是非常的神秘 优雅高贵 透露着一种自然的气息 还有一种生命的活力 它是一个墨绿色 哇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 今天是流行墨绿色吗 它的手感是那种沙沙的细细的 你看看 尝一口不 这叫那个什么海藻瓷巴 这个东西有化泥的效果 加进去之后感觉这个泥在化 感觉这样混合之后呢 会给这个泥带来一股更加神秘的东方色彩 哎呦 这个是螺旋枣螺旋枣糯米椒水屋精灵 就是材料很丰富 哟哟 怎么这么稀 画了有点像之前吃那个艾草糕 画了 味道很难闻啊 有点热泪盈眶老泪纵横了 中午吃太饱了不能闻 鼻涕都出来了 还是忍不住想再闻一下 我离远点闻 就是这种集内精的味道就像是一味 它不是说那种刺激的味道 浓郁浓郁富有特色的味道 那种不阴不阳呢 鲜臭 烂臭黏臭也不是 还配合上它这个颜色 里面还有一些没有烂掉的 绿水雾精灵哇真是难以形容的一个味道 它不是刺鼻就是鹅心 就是那种令人反胃的味道 就有点类似于 你们知道就是那个菜市场里面那些 杀鸡杀鸭子杀鹅的 他会用那个开水烫鸭毛鹅毛浮上来的那一股 又类似于肥肉 又类似于那种烂粮食 那种 说一下复杂的气息 然后它整体呢是挺厚实的 不知道是糯米椒的效果呀 还是这个水雾模柱的效果 就有点那种麻薯的感觉 青枝麻薯 你们喜欢吃麻薯吗 我记得之前好像好 就我之前有人私信说想让我做青团 出青团来了吗 你点的青团来了 给你们搭个泡泡吧 奇形怪状 今天看了反向搭泡泡怎么搭 哎 哦 不不不 再见了朋友们 再见了小伙伴们